現場是永順街啦 你看到的士 咦,幹什麼呢? 子准直去的,為什麼轉左呢? 很明顯,他錯過了路口 然後他發現子准直去的路口 但可能他有帶著客人 客人就要求他說 司機這裡轉左 然後他就冒著這個風險 就逆線地轉左 然後再吸進來 其實很危險的 如果我作為的士司機 我會寧願跟客人說 我轉不回去了 不過這次不收你錢 或者收回你原本的價錢 就是,免得你這樣 你看這些很危險的行為 不僅會扣分罰錢 還可能會炒車